其种能促进大脑发育的食物,一、芹菜,芹菜富含木系草素,是一种植物化荷物,被认为可以减少大脑的炎症,从而保护大脑免受衰老过程的影响。 你不需要吞下一大块芹菜来生活和对人体的益处,试着把它切碎,做成芹菜炒猪肉,或者在你做的汤里加入一堆芹菜,试试这些让人垂涎三尺的食谱吧,这会让你的脑力得到额外提升。 这是最好的健脑食物,能让你更聪明。 2. 核桃 所有的坚果都对大脑健康有好处,但是核桃是其中最重要的。 由于高浓度的DHA,一种RM3脂肪酸四分之一杯核桃,提供了近100%的每日渗入DHA,坚果能促进新生儿的大脑健康,以及改善成员的认知能力,并防止或改善与年龄相关的认知下降。 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吃核桃可能会增加年轻人的推理能力。 3. 胡萝卜 一种叫做自由基的物质漂浮在血液中,试图分解脑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物质会导致记忆丧失。 然而,抗氧化剂与自由基结合,使其无害,胡萝卜中就含有这些抗氧化剂。 根据一项研究表明,胡萝卜还可以防止其他微型的认知能力下降,因为它们能够降低大脑中的氧化应激,而氧化应激会削弱神经信号传递能力。 4. 西红柿 西红柿含有强大的抗氧化钢鞋红素,研究发现其有助于防止在痴呆症发生过程中对细胞造成的自由基损伤。 西红柿还含有其他可以保护大脑健康和功能的化合物。 2013年进行的研究表明,维生素B足营养素,但仅能改善短期记忆,帮助学习,并调节睡眠。 此外,西红柿中的脂酸,有助于保护脑组织,甚至可能延坏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5. 鸡蛋 鸡蛋虽然很不起眼,但却是你最看重的营养之一。 根据芬兰研究人员的研究,吃鸡蛋可以增强大脑的活力,而且这又完全取决于胆碱。 研究人员对2500名男性的饮食,进行了长达22年的监测,结果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男性患吃胆症的风险概率下降。 事实上,这些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在某些认识测试中表现,得比那些不经常吃鸡蛋的人更好。 6. 南瓜籽 种子对大脑有好处 南瓜籽是最好的,南瓜籽负含Omega3脂肪酸,可以改善心理健康,帮助维持记忆,支持大脑发育,还负含美元素,去信美元素对大脑有震惊作用。 新元素通过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增强大脑活力,一把南瓜籽可以提供50%人体每日所需的鸡每天8-11毫克。 2011年进行的研究发现,现在调节大脑记忆和认知之间,在交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7. 西兰花 西兰花含有萝卜、硫素化合物,可以刺激大脑神经组织的更新和修复。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萝卜硫素,对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包括炎症增加,钙瘟泰失调,氧化硬基和神经原子王。 西兰花还含有维生素K,有助于增强认知能力,甚至可能具有抗老年痴呆症的特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